哈喽哈喽你好我是应铃 对我们今天呢又是来介绍一下Garrison的产品 那大家都知道吗 Garrison就是韩国原装进口的保养品 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麻油成分 嗯对因为是韩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所以今天呢就特地化了一个韩式的妆 还有一个韩式的发型 嗨喜不喜欢 好那今天的套组呢 大家肯定喜欢的啦 这个呢就是先说一下就是GoShop的原套组 GoShop原有的观众你们好 哎不用担心啊 现在还是可以买到你们 就是一直在GoShop买到的Garrison麻油的原套组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新级套组啦 就是我们的Star Bundle Bundle了什么呢 就是Garrison 麻油 Essence and Cream 这个就是Essence啦 就是我们的精华液 还有呢我们的Cream就是那个最经典款的麻油胸肤霜 那一款Plex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个原罐的我们有两罐这个啦 哎就是很经典啊这个70g的有两罐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胸肤霜啊 那其实呢我们一般说我们保养就是有三个步骤对不对 首先把脸洗干净 然后呢我们就会放那个保湿化妆水嘛 最后就是我们的保湿乳 保湿乳霜 有些用乳液 但是这个是三个最基本的方式 然后之后呢比较精致的女孩 比较精致的女生 那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步骤啊 像韩式保养 那我们今天再讲这个韩式 这个Garrison 韩装就是韩国原装的这个美妆品牌嘛 那他们其实保养方式呢会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在韩国的话呢有那个四季的变化嘛 但是在马来西亚呢 虽然我们是没有这个四季的变化啊 我是一直遮到这个Garrison 我坐一下 哎对 好我们虽然没有四季的变化 但是我们有生活习惯的变化 所以呢 我常常呢跟就是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时候呢 就会说我们的肌肤呢 它不会在一个呢 就是极定的状态的 我们肌肤的状态呢 它是流动的 所以你肯定也知道 除了我们说不可避免的就是年龄增长 会影响到那个肌肤的状态 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对我们的肌肤状态的影响呢 才是最大的 对不对 好有时候可能你就是 呃 夜接触多了 哦最近聚会比较多啊 喝一些酒精类产品比较多啊 或者最近呢 心情比较不好 压力比较大 哦 甜食吃多了 哎 其实也会影响肌肤状况哦 或者你去旅游 你去飞回来了 或者像我 我就跟呃 之前我跟几个朋友 去试根庄 晒了一天回来 那肌肤状况肯定会不同 所以呃 就根据你的肌肤状况不同呢 你的保养方式呢 其实需要调理一下下啦 好 那我们想就从清洁开始好了 哦 清洁一般我们就是用呃 那个就是洁面霜 洁面乳 看你用呃 什么texture的啦 就是洁面霜 它就可能就是light一点 洁面乳就可能creamy一点 呃 那像我们做有化妆的 之前一定要用卸妆 用卸卸一遍 哦 就是只是这个单单洗脸 这一方面呢 已经比较讲究了 哦 就是对精致的女孩 或者是你会因应你的肌肤状况呢 哦 就是比较讲究那个照顾的 来到第二个step呢 第二个step 一般我们说toner保湿化妆水 之后会去到一个serum啊 对不对 去到一个精华霜 但是现在呢 韩国呢 他们有一个介于这两种东西之间的 就是我们的toner保湿化妆水 跟serum之间就有一个essence ok 就是这个 就是essence啊 我们还是叫它精华液 还是叫它精华液 但是呢 很多朋友在保养的时候呢 他就是 呃 集合了你的toner 跟你的serum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洗好脸 哦 洗好脸之后 你就直接上这一个essence 所以 如果你买这一套的话啦 就是这一套 我们这个bundle叫essence and cream 嘛 你洗好脸之后呢 你直接就是essence and then cream 就ok了 搞定了 可以去睡觉了 或者可以出门 出门之前就一定要加一个防晒了哈 不可以不防晒哦 亲爱的朋友 因为马来西亚的太阳太毒了 虽然是下大雨啊 最近有时候会下大雨嘛 对不对 但是还是要防晒的哈 防晒很重要 好 这个就是你的essence了 我们的马油精华essence 那一样 我就倒给大家看哈 就是你倒在 倒在手上给大家看 它是比你的essence呢 哦 看到吗 更加的浓郁一点 比essence 就是比你的toner更加浓郁一点 一般如果你用toner 有些spray的嘛 好像mix这样 有些是拍上去 它就是水状的 这个呢 就是比你的那个toner更加浓郁一点 但是它又没有serum这么浓郁哦 它没有serum这么rich 它是介于toner and serum之间 这个就是韩式保养里面的essence了 我再倒给你看 不知道啊 你看哈 它留下来 看到吗 它留下来 啊 它是流动性的 它没有serum这么浓郁 所以的话呢 你涂上去 你的肌肤呢 可以及时补水 你洗了你的肌肤 一定比较干的吗 带走水分 就赶快拍上这个 它及时补水之后呢 它还有营养成分哦 就是说你同时喝水 所以还可以呢 就是补足一些营养 它就会渗透到你的基底 哦 你看我都还没有茶cream 哎呀 是不是有不同 是不是这个亮亮的花花的 哦 看到呢 它就是好像很有弹性 对不对 肌肤弹性怎么来的 水分来的 哦 当然 那我们肌肤补水哦 不是说随便啊 你冲凉之后 它就补水 对不对 一定要保养品啊 因为我们肌肤的 它的那个 构造啊 比较复杂一点啊 构造比较复杂 就有层层叠叠叠啦 从表皮啦 真皮啦 然后再加上呢 我们就是你需要油 需要水 所以马油啊 Garrison 是一个很好的保养品 它可以帮你做到油水平衡 好 我们的essence上了 对不对 你直接就上这个了 直接上cream了 所以这个bundle很多人很喜欢 为什么 简单 就是essence and cream essence and cream 洗好脸 上这个 上这个 搞定了 最简单的保养方法 哦 就是呢 有时候 呃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致女孩啊 要根据你的那个肌肤状况去调的啊 你可以加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哎 不能啊 我不能够只是essence哦 我一定要用toner先 然后essence 然后再洗了 OK 可以 但是如果你觉得 哎 最近的肌肤OK 不需要特别哦 这么多个step 又或者我累了 我就是要快快啊 搞定了 我要睡觉了 这个就OK了 你的essence 跟你的cream 因为有些你放了toner啊 你放了toner 你可能觉得哎呦 那个很轻啊 我不够啊 我要我要浓郁一点的感觉 他补水之余呢 他也能够锁水跟补充营养 所以这个essence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serum做么 serum很贵嘛 对不对 一点点你记住啊 而且有时候你肌肤的状况啊 什么状况呢 就比如说 你刚好压力大暴斗 或者那个时候你肌肤就一下子太干 他出油 其实你太干出油 你就是补水 就不够要补油的 不过有时候你感觉不对嘛 所以这个就中间 他不会太light 他又不会太rich 那你刚刚好补这个就非常的好 那你上了这个essence之后呢 你就可以涂 哎呀 这个最经典的啦 第三代 其实现在就是第三代了啦 第三代可能你一段时期没有用了 你好几年前你去韩国买的时候哦 你的印象还停留在他第一代第二代哦 这个是第三代带来的 就是他已经更加的精进了 精进之后呢 他更加的好吸收了 好 因为他的分子更小了 很香哦 然后你涂上去呢 他是没有粘力的感觉 好 我们这个呢 Garrison码油修复酸 这个Garrison的产品 不只是这个9complex 不只是这个essence Garrison的所有产品 如果没有用过的朋友哦 他一定会问的 马油哦 因为那个马油嘛 那个油那个字啦 Horse oil啦 大家都会问有没有油味 会不会有 答案是 不会 no and oh no 他他不会有油味的啦 因为这个保养品啊 当然就是你使用的体验很重要 所以呢 Garrison呢 可以说是下了血本 哈哈哈 下重 不只是重本啊 血本啊 流血了血 哈哈哈 去做这个呢 就是 炙香 啊就是香 香气的香 香噴噴的香 而且是天然的 他有9种的食物精华 就是这个 香气是很好闻的 如果要我形容的话呢 他是比较偏向柑橘类 我自己呢 无论是选择香精油啊 香水啊 或者是保养品呢 我都喜欢这个柑橘类的香气 因为他很 refreshing 啊 尤其是你早上涂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哇 本来没有精神 涂上去就 整个人比较清爽的感觉 那你晚上涂 你又有一种比较正静的感觉 好 说到正静啊 我们这个essence 它有一个正静的效果 它不只是有麻油 它还有其他的 所以一个呢 成分 我给你看一下 我这边有这个板子 好 蛤蜊松 啊 我们的Garrison精华 也放前面一点点 A A OK 好 这一个呢 哇 我读一下啊 附膜酵母 均合 发酵过滤物 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我化学也没有很好啊 我不是很sure 它到底是怎样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增加皮肤的保水能力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肌肤啊 你补了水啊 你这边补它那边蒸发掉哦 你不是等于没有补 你没有留一天到晚 就在那边拍拍拍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你要常用啦 不是说你今天用它明天就好啦 你常用的话呢 你的 皮肤呢 它自己有那个保水能力 所以你补了之后呢 它就锁住 它就 能够确保你的肌肤呢 就是比较长时间就滋润 OK 然后这个神经先按三啊 这个神经先按三的 我们很多那种比较高级 比较贵的保护品 都会有的 它就是帮你锁水 啊 这个呢 你肌肤自己有活水能力 它修复你的能力 已经有那个能力了 对不对 你这个再进去啊 它就真的是 你补 它就锁 你补 它就锁 好像你的钱赚了就收 钱赚了就收 不会这边算那边花掉那种啊 是不是 非常的好 好 然后这个 迷迭香 迷迭香应该叫rosemary 对不对 rosemary 对不对 好 迷迭香 它能够改善我们的肌肤 跟抗氧化 anti-oxidant 抗氧化很重要哦 那个氧化哦 其实就是自由肌 自由肌怎样来 你的肌 你的身体里面 自己会有自由肌 然后那个紫外线 会晒出自由肌 所以呢 我们要抗这个自由肌 就是抗氧化 抗氧化就是抗氧化 我们肌肌老化的元凶之一 就是我们氧化 也就是自由肌 所以这个呢 他能够抗氧化 然后还有我们 Lavender 我讲为什么它这么舒服的味道 还有Lavender Lavender提取物啊 就是那个 Extract Extract 那个薰衣草的提取物 它可以让我们疲惫的肌肤滋润有活力 之一肤为什么疲惫 因为你不够睡 还有你没有保养好 所以呢 它还要有营养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个Garrison的精华 也就是我们的Essence哦 它除了有这个麻油 OK 麻油成分 它还有呢 这个四大的其他成分 所以呢 它可以帮我们保养我们的肌肤 这个是你第一层 因为你先洗脸对不对 洗脸你就放这个第一层嘛 第一层下去呢 它已经让你很舒服 又补水又补营养了 之后再来这个第二层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这个 Skincare的step 因为肌肤跟女人 一样比较复杂咯 肌肤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就是一样东西 我们也可以简化 那你绝对不能说 以前我们是可能洗清水洗肥皂 然后就涂一样东西 就去水 那其实它就是不足以就是帮我们把肌肤keep到它最好的状态 你要把肌肤keep到最好的状态呢 就做多一点点工啊 好像我们平时呢 饮食你社区很难可以均衡啊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一些保健品的food supplement 对不对 那么肌肤也一样的 那你最重要是洗干净了 对不对 洗干净之后你要补充给你肌肤的东西呢 那你要不要讲究 你说那种一贯到底了 不是不可以 它不足以让你的肌肤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当然我们说哎呀25岁颜值的巅峰啊 但是呢25岁只有一年对不对 之后我们还有漫长了很多年 那我们嗯你可能不是不是巅峰 但是在你那个年纪 你可以保持在那一个年纪的巅峰 哈你就是要做足这个保养的功夫啦 那这个已经算是很简化了的 这个它已经呢就是 呃把你做了那一个toner and serum 它中间这个essence 那再来呢就是到我们这个修复酸 因为你洗脸之后呢 你直接放这个修复酸呢 虽然它的分子超小的小过毛孔 但是呢它的导入就是你的肌肤的通道 还没有被打开呢 它能够进去的还是有限 或者它进不了基底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导入 导引导的导入门的入导入 不是导入 诶其实也可以当导入 哈哈哈也可以当导入 导进去啊对 所以你洗好脸哦 你就先这个拍拍拍拍拍拍拍 就打通那个那个通道 呃全部呢它就是entrance 哦哦entrance全部开了 全部绿灯了 然后这个再放下去 啊它就能够进去了 那它进去之后呢 它就可以帮你的肌肤进行修复 啊我们肌肤天天受伤害 所以我们天天要修复 你说肌肤为什么怎么受伤害呢 你出门就伤害了呀 太阳有紫外线啊 紫外线一定会伤害肌肤 但是你不能不出门 你又不能够每天带着 盖着出门啊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因为呢呃你可以修复 而且你长期用的话呢 你皮肤你它自己有修复能力的 呃只不过它可能就减弱了 年纪的关系啊 可能你一直没有好好照顾啊 它就减弱了 所以肌肤很容易有各种状况 什么毛孔粗大啊 呃那个斑跑出来啊 其实斑会跑出来的啦 只是多还是少而已 你可以抑制 哦 你可以减少黑色素 哦 所以说你说怀孕之后啊 就生孩子之后会有斑啊 年纪大了会有斑啊 晒了之后有斑当然啊 但是哦 这种斑呢 它可以淡化 它可以减轻 因为一般我们种好的保养品呢 它都能够抑制这个黑色素的 就是你没有这么黑啦 light weight一点 就是呃 那个颜色淡一点 哈哈 那这也比较好遮 但是呢 要靠长期保养啊 长期保养的话呢 呃 你的整个那个脸的肤色呢 会比较均均 哦 不会说 就看到我们有时候觉得 哎 为什么好像有点肮脏 你知道清楚我明明洗好脸 为什么有点肮脏啊 这边有点褐色 有点黄色 不是它不均匀 哦 就是的话呢 呃就是肌肤没有在它的巅峰状况咯 不是你的颜值巅峰 呃也是你的颜值巅峰 就是你我们不是说每一个年龄都有它的巅峰吗 每一年你都有巅峰了 ok 所以不用怕走小婆每一年都有巅峰 你怎样keep着那个巅峰 嗯 对对啊 所以你keep的好的话呢 哦 你的半就没有这么多 哦 没有这么明显 然后还有纹啊 那些细纹就笑的时候 嗯 笑的时候那些细纹啊 又或者说 有时候你皮肤你干啊 你画了妆哦 你这边才画好呢 你看到这边哦 开始干了 这些纹哦 其实如果你补水补得足的话呢 它会淡掉的 细纹是有的旧的记得哦 细纹有的旧的 你今天看到细纹很多 但是如果你勤力一点做保养哦 你再看就是一般我们说28天啊 比较明显啊 其实我们这边有见证啊 有见证是很多就是 对啦也是四周啊 因为肌肤更新周期是四周 我既然讲到你就看一下了 我们讲这个第三代啊 第三代 为什么要做第三代突然呢 因为第三代呢 它有这个Horse Oil Clustering 它的科技啊 Horse Oil Clustering 华文就是叫马油类巨环 你看到吗 它是有TM了的 我弄跌了 放回去 哎呦哦 原来这个就是Horse Oil Clustering OK在这里了是不是 好 Horse Oil Clustering 我们现在上英文课 就是马油聚类团 马油聚类团 cluster嘛 它聚起来 聚起来呢 它就是密集的效果 密集到怎样呢 我们有五重修复效果 首先我们看肌肤弹力 啊我们就讲这个肌肤 咚咚咚咚咚咚咚 怎样来就是水分 但是水分不够了 我们要水油平衡 所以它你使用前后呢 那个肌肤的弹力增加 哇74%多嘞 啊 其实一用就有了的啦 但是你要keep嘛 你不是说 好像我们喝了水都要空渴嘛 对不对 你keep着有喝水 你keep着有用的话呢 它整体会有74% 紧致度 OK 紧致度是怎样呢 紧致度就是说 那个肌肤 我们常常讲老垂松啊 它下垂嘛 对不对 下垂呢就是毛孔会很粗大 然后那个呃 会有那个纹啊 细纹也好 皱纹也好 但是如果你的肌肤 那个油水够 营养够 好 它够紧致的话呢 它就会比较 看起来比较年轻 就20度 好 20%了 使用前后 4个星期啊 这个我们是有呃 临床测试去真正测试的 4个星期 20%很多了咯 20%紧致度 啊 20%一般你要去拉皮 要拉皮才有啊 这个你通过保养就可以了 增加20% 肤色提亮2% 哦 你不要小看这2%哦 你的肤色很暗沉哦 如果它亮一点 你自己看你美颜相机看一下 你调2%就不同了 对不对 这个呢 直接你不用看美颜相机 它帮你调2% 真的很好 哎 这个我讲的纹啦 皱纹和细纹 细纹 呃 细纹就是它 我不是讲说有机会逆转的嘛 对不对 还有就是表情纹 那表情纹你没有理它 细纹你没有理它 它变皱纹啊 就比较难一点 但是如果呢 你就是有长细保养的话呢 细纹 皱纹它都能淡化 4个星期 看到吗 4个星期 看那个圈圈那边 4个星期的淡化效果 哦 它就是整个好像比较平了 那个皱纹 因为它其实 全部它都是 呃 work hand in hand的啦 你的肌肤谈谈你好了 紧致度有了 你的细纹呢 呃 那个皱纹它往上提了 它就会淡化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保湿度 保湿度 你的皮肤已经可以自己收水了 你的肌肤的当鸡啊 现在你当鸡可能漏水 哈 当鸡漏水对不对 刚好来 啊 现在你就是你每天用啊 你每天用这两样啊 这两样 修你的肌肤 你的肌肤就可以收水 收到水就可以用很久 ok还有什么要讲啊 差不多 差不多了 那个时间 再讲多一个 差不多了啦 其实ok 我们刚刚是讲那个效果嘛 而且刚才我有一个板子 跟大家讲这一个essence 对不对 这个essence 对不对 我们讲有这个 还有四大成分的嘛 而现在我再讲一下这个cream 这个cream的成分 也是很厉害的 啊 也是很厉害 但是这个你们可能比较熟啊 因为大家很熟这个cream 而且这个二态复合物 啊 促进胶原蛋白再生 胶原蛋白大家很熟啦 对不对 有吃嘛 对不对 各种各样喝的 吞的都有 充分的也有 啊 这个就直接让你的肌肤直接 所以我们就内外 叫什么啊 内外一起来叫什么 我忘了 哈哈哈哈 就是总之是呢 啊 外服内服 对 ok 本来外服内服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 呃 外服内服啦 我讲错 外服内服啊 ok 这个就涂在上面的嘛 对不对 我们cream里面有的 有这个胶原蛋白的啊 所以你不用另外去买 胶原蛋白cream 我们这个是有胶原蛋白 因为满油成分嘛 当然有胶原蛋白啊 鸡血草 鸡血草 看到它修复伤疤 OK 在哪里 在这里 修复伤疤 鸡血草 大家也很熟啦 哦 那种高级的美妆品 会有的 而且鸡血草 它应该是有一个抗敏的功效 好 这个哦 其实我不会读 如果你会读你跟我讲啊 提液什么 我忘记了耶 总之这一种提取物呢 它可以抗炎去斑 很多朋友都讲这个抗炎去斑很好 就是你肌肤有时候发炎发红发痒的话啊 或者小宝宝有湿疹啊 它可以抗炎去斑 然后绿茶提取物重镜肌肤 就你晒到红红回来啊 但是你一定要先上这个啦 因为它我们讲它导入嘛 它打开那个通道 然后你放这个 它更有效吸收 你的那个红来痒呢 它很快消失 还有这个大家应该会很兴奋的 就叫什么 剝尿尔 剝尿酸 剝尿酸啊 剝尿酸 或者我们讲透明治酸 有些人也是特地买一包一包 这样来补水的 那我跟你讲 你偏偏塗马油也是等于呢 你就补了剝尿酸 还有乳木果油 这个我只知道 它是一种很贵的油 也是有人特别买这种很贵的油 来补的啦 来补你的肌肤 我们都有深层滋润 虾红素抗氧化 有些叫虾青素 呃 我忘记了啦 什么N什么San 组织是很红的 这些全部都是很红的 这个肌肤保养成分 呃 有吃有些人吃的 像虾红素护可以吃的 如木果油也可以 那今天我们直接喂肌肤 好差不多了 今天的资讯蛮丰富了 ok 最重要就是买到原装正品 ok 我这个我每次都要讲的啦 你这个如果不是看到我的脸 按链接下去买的 或者你不是认定像我们的 海鲁尼哈 还有我们的Garrison 90%超过啊 超过90%肯定是假货 因为这个韩国原装进口啊 在马来西亚只有一个 唯一一个独家代理 那那个独家代理的这个 他的那个平台呢就是这个 这两个 ok 或者是他如果是有链接的话 就是你要看我的脸啊 直播也好链接也好 你认明我的脸就不会是假货 肯定是原装正版 那你在Shopee买的话呢 就进去Garrison Official Store Shopee一定要找Garrison Official Store 不然就是假货 如果你认明是Garrison Official Store 就是真货 如果你觉得很麻烦的话 你看到我的脸 ok 就肯定是真货 好 好 所以大家要买到原装正版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肌肤啦 好 好 好